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许多行业的生意都受到强烈冲击 不过为在七毒马林地区的 金明昌休闲农场 生产的鹿龙和蜂蜜却逆势看涨 卖得更好 老板表示因为传统上认为 鹿龙和蜂蜜对于增强免疫力有帮助 因为去年我是鹿龙卖不够 还有在抓了八头鹿 但是我说鹿龙多了那么多 可能卖不完 但是今年也卖光光 这是疫情大家想增强免疫功能 就是买鹿龙抹粉吃得比较快 蜂蜜的话它就是可以清肺 可以清凉解毒 对喉咙痛什么都有帮助 所以蜂蜜也很好消 所以疫情来讲的话 对我们这两种蜂蜜跟鹿龙 是比较好 金明昌休闲农园养殖台湾水鹿 每年生产鹿龙的量和值 非常有名 另外园区内也养土蜂生产蜂蜜 品质同样也是一流 去年更获得特色农业旅游场域的认证 去年得到特殊场域认证是认证蜜蜂 因为你能够认证到前台湾城 有200多家是特殊场域认证的 但是蜜蜂的话不超过5家 我们是北部算 好像只有我们一家有得到蜜蜂的认证 这是经过很多委员 经过农委会委托一些台大一些教授 来这里帮我们认证了 认证了以后就是我们的蜜蜂 蜂蜜效率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它要看你有实际登记有多少蜜蜂 实际在耕作的数量在哪里 每一年采收的那个数量 还要平常要做记录要有登记 它的认证的过程是经过差不多 很严格的很严谨的那个过程 蜂蜜有检验 蜜蜂有那个 像我们都是认证土蜂 所以它这个土蜂饲养的过程 什么都要登记的 有兴趣的民众都可以拨打 0224563667金明昌休闲农场电话下询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